江内阁在刚上任之初 就罔顾民意 操弄核四公投 无故北台湾 人民数百万人民的安全与生命 发动鸟龙公投 反向命名 接下来又不顾我国 中小企业的权益 不征询产业界的意见 进行跟中国签署黑箱符帽协议 虽然嘴上喊口号说 要让台湾成为自由经济岛 但是不管是TPP的谈判 或者是区域的经贸关系 再者或者是与其他 与台湾有重大经贸意义的国家 签署双边 经贸关系相关协议的政策 完全沦为口号 这个政府完全忽略了全球平衡的重要性 一心指向中国 让台湾更为边缘化 各种经济指标更凸显 台湾现在已沦为四小龙之末 接下来今年夏天的红重秋暗 这个政府对于家属以及人民 要求真相 要要求公道的诉求 只是被动消极敷衍的因应 以致事件的发展 让整个国军士气备受打击 国家形象备受伤害 更影响到国家长远的募兵政策 以及整体的国家安全 另外还有许多的民生问题 包括狂犬病的爆发 以及食品安全 这个政府的束手无策 更造成人民的恐慌 人民生活的不安 这个政府在回应民意的不满 却不反省 不负责不检讨 不专心治国 而是发动政争 引发政治的动乱 以所谓乌龙的监听 但事实上也是违法滥权的监听的手段 来发动对政敌的打击 这个政府已经不是 我们宪政精神下面 应该要扮演经济发展的推手 或者是人民安全的保障者 这个政府已经成为 阻碍国家发展的 一个大石头 面对台湾民不聊生 经济萧条 我们看看周边的国家 北边的日本 安倍的三支舰 等积极的政策作为 加上最近又深奥成功 西部的中国 更在做很积极的全球布局 能源的战略 连南部的菲律宾经济成长率 也维持在5到6%以上 而我们这个政府 不专心治国 只是忙于斗争 用违法 违宪的手段 来回应 反对者的声音 来打压 反对者的制衡 更用最冷血的傲慢 精英 知识分子的傲慢 来回应 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的痛苦 所以我们提出要倒阁 是希望我们这个政府 能够更谦卑 能够更谦虚 我们要凸显示 人民最大 我们要的是一个 能够回应民意的政府 不是一个忙着正争的政府 我们是要一个 能够谦卑倾听人民声音的政府 而不是一个 冷血傲慢的政府 明天 也将是台湾近期政治 上面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天 我们也要呼吁执政党的立委 拿出 你们对于台湾人民 一个负责任的回应 加入倒阁的行列 让这个政府更谦卑 让这个政府 更愿意来回应 因为我们的政府更谦卑 让这个政府更谦卑 你们不管你们